好 恶意魔赛季 持续88天 88天我们要解决这个恶意魔 一共多少个呀 一共 你慢点 我看不清了 一共90个哈 诶 这什么启动加速 什么意思 那我也去激活去 在哪儿激活呀 哦 我们 好 首先第一个是冷铁做齐护具 嗯 不错哈 嗯 还还不错 嗯 是那种白金的那种 冷铁 人家叫冷铁 还送护肤野马 就是很残忍的在马身上 可能是因为保护这个马 可能是涂料啊 第二个是 哦 哈哈哈哈 哦 哈哈 这还算是你第一套正经衣服的感觉 嗯 不足的职业 你的法师 我这样的法师怎么 你的法师像个道士 然后这是什么 冷铁容器 所以这个赛季是以冷铁为主题 哎 这就装那个什么之心 啊 恶意之心的那种 这个恶意之心好像是秋天的 这是魔法式 啊 这是法器是吧 所以这里这个赛季 很多造型可能会跟这个里面 这个东西 这个恶意魔之心 跟这个有关 星光提灯 啊 挂在马屁股上 哦 不知道夜晚它有没有那种发光效果 嗯 然后是剑 啊 普通的剑哈 平衡之剑 很平衡 很普通 平平无奇 然后是 哦 送了个表情 嗯 不会打不开吧 为什么 哦 真的打不开 啊 放弃 力量最大的野蛮人都打不开哈 嗯 啊 只有野蛮的才能用 哦哈哈哈哈 什么其他职业 连挑战的这个都没有嘛 就像那个钢铁侠呀 什么 他们试着拿起那个美队的锤子 啊哈哈 不是不是 美队呀 钢铁侠 雷神的锤子 他们试着拿起雷神的锤子 冷铁古式战斧 嗯 这个是你能用的 哎 行 啊 灰烬啊 需要角色等级达到40级啊 就能用这个灰烬来获得各种buff的意思 冷铁盾 哦 这个应该是挂在身后面的吧 哦 是死灵法师的 是我用的 哦 是你能用的 那我一会直接拿这个盾 啊 你看它这个细节哈 就两个袋子的这种长度不一样 是吧 就手臂穿进去 对对对 从这边是手臂穿进去哈 不知道你的手臂能不能进去 不玩了 不不不不 不玩了 因为你玩的是死灵法师吗 死灵法师胖嘛 啊不对 胖的是德鲁 不不不玩了 我说我的手臂 我的德鲁放不进去 至少我们先看完 先看完 冷铁锁子甲 这应该你穿才对啊 你穿肯定能穿进去 然后连我都能穿进去 我们看一下死灵法 哦 可以可以 短钩刀 短锯刀 这个是你可以用的哈 你可以用的哈 喝口水 做冰水 一点诚意都没有了 而且还是你喝剩的 我说不喝你 立刻就碎到自己嘴里了 时间会抚平一切 哦 这个 这个裤子跟什么 那个衣服 跟那个上一套 你的第一套正经衣服 像马戏团的大力士 还有头衔 哎呀 这跟 决生时刻一样啊 什么东西都可以 放进这个奖励池里 但是我有一个 白金币 就是你花白金币买了 他在给你返弯的这么一种 商业这种套路 普通的斧 平衡 平平无奇的战斧 可能后面还有平衡的法杖 就连这个 后面的这个背景 都比它靓丽 要是幸存者 头衔 可以 那你可以组成 这种潜伏的幸存者啊 就是因为你潜伏下来 狗下来 所以才能幸存下来 这就是在暗示 我们这个游戏的主线 小心手指 怎么了 手指会 不知道啊 又是这个东西 我看一下 又是这个东西 这些野蛮人 没能把它掰开 嗯 所以试着 就想用另一种方法 差点手指 被它给咬掉了 这是抖鲁伊 野蛮人是要把它掰开 抖鲁伊是 抖鲁伊是用了这种什么土地啊 这种五行的力量 用自然的力量 想要怎么样它 可能以后可能也有盗贼啊 死灵法师等等 各自拿自己的职业病在那试 这是灰镜 灵铁伊是死灵法师的啊 镰刀哈 就是它这个灵铁主地 就是必带一个眼睛 眼睛眼珠啊 然后是灵铁马库 嗯 就是一身衣服拆开给你了 嗯 所有角色的哈 这应该也有眼睛吧 这这这中间 哦 开了天眼啊 哈哈哈 孙国体哈 它激活了孙国体 冷铁 嗯 德鲁伊的 哦 啊 那就不是钝了 嗯 德鲁伊的一个死法医器 铺腾啊 反正都开了送锅铁 靴子啊 那那这个衣服 肯定也有一套了哈 白金匕 嗯 普通匕首啊 反正这些平衡系的武器 是为了展示这个后面的这个树根的 这应该是那个低语之树吧 哦 然后是 啊 马的造型 嗯 马屁股上绑着 嗯 这是死灵法师的方式 嗯 想象召唤尸体 哦 哦 不过比野蛮人 好多耶 这个 感觉比野蛮人和德鲁伊都强多 感觉野蛮人是最笨的方法 我的野蛮人 哦 它像那种木偶式一样 铁腕 那是 反曲弓啊 盗贼的冷铁工 平平无奇的反曲弓 不是不是 这是冷铁版本啊 戴眼睛的啊 戴眼睛的就不是平平无奇的了 那是冷铁啊 靴子 这才是平平无奇的硬锤 果然很平平无奇 哦 到时候看它的头盔是什么 这个套装头盔 可能是头巾之类的 啊这是盗贼啊 盗贼是拿刀 拿刀铁 反正至少比野蛮人好 会使用工具啊 想想办法 然后也观察观察 是吧 听听声音啊什么的啊 这野蛮人那么白 啊 轮铁中箭 头盔 脸是看不到的 那 不管什么都 都一样 就是胖瘦的区别 这是 法师的话就是细心检查 哦 法师 哦 法师嘛 这也不足为奇 那法师连这都搞不了 那还叫法师吗 这感觉就是一个拐杖棍子 平平无奇系列 这是野蛮人的 感觉是无能狂怒呀 所以把自己淋了一头血 我会解决你 这就是刚才大家打不开那个东西 我最后还是打开了 被挂到马屁股上 协议的啊 头衔 嗯 觉醒 冷铁 啊 冷铁 升级了 就是有觉醒版本 冒烟了 哦 开始有这种 这种效果了 哈 那你穿一套啊 觉醒 还有墓碑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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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墓碑 所以这个觉醒 这个套状你集齐之后啊 可能全身之后又发光什么的哈 全身冒烟 嗯 都如意 受死罢了 看起来好和平啊 这也是应该属于平平无奇系列 嗯 是不是就是来凑数 嗯 这个冒烟冒得更厉害了 啊 然后是开始出现奢华啊 奢华前缀了哈 这个就帅多了 开始那个冷铁颜色啊 开始往金色靠了 是吧 恶毒的 恶毒的 这么平平无奇的前缀 就之前没有吗 这是觉醒冷铁护精 嗯 它怎么不冒烟呢 对啊 看来它觉醒的不够 这什么 死灵法师啊 放在手里的法器吧 应该应该把这个眼睛盖住啊 就是把眼睛盖住了 用那个眼睛看 你看我就是戴死灵法师的 我就有这个工作思路 你就是把它都抠开 你那个叫职业变 我这个也叫职业变 你没说我们把它都抠开 星光火盆 哦 这个辨识度不错啊 还冒烟什么的 奢华 法杖 有点金色系的 溜金了 死灵法师呢 这个后面的这些表情 感觉一般般的 绝星马库 开始带这些丝绸元素了 啊 是什么 是什么 木碑 哇 不敌众的英雄 哦 就被这个恶意魔啊 哦 没啥了 嗯 这个是不是那个什么德鲁伊 就是剧情里面的那个德鲁伊 不是我们 不知道 嗯 怎么办 嗯 啊 出现了哦 75级你才能解锁啊 这样你就完成了这一套 是这什么呀 工匠啊 工匠套装啊 穿一套这一身来去打怪估计也有滑技啊 也很有辨识度 是吧 奢华 冷铁镰刀 你的是吧 使命法式 是 怪物 怪物 不显 恶毒的怪物 哦 跟前面都打起来 这是谁的 这是盗贼的手指的 哦 觉醒 觉醒 啊 我人某言 哦 而且还这边还有这些触手啊 就 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有点神奇博士的感觉 豆棍 奢华 啊 工 嗯 奢华 说是真是华士 哦 但是没有特效配合就有点傻 嗯 觉醒 反正穿上这一套衣裳的话应该不错哈 嗯 然后最后就是觉醒冷铁做起护具 护具挺帅 嗯 所以这个觉醒套装你全部装备的话啊 就是大概这样的造型啊 而且还会动态的这种冒烟的这种造型啊 还行 作为第一赛季来讲 还行 嗯 嗯 为什么回答的这么慢 有一两秒的迟疑 对啊 好 那我们开始啊 体验这个赛季内容 等一下 我去换身衣服 啊 我应该想到啊 我不应该先给你看这些赛季 这个 这些奖励 我不是有新的物品了吗 肯定啊 新买的肯定要立刻换上啊 不然买它的意义是什么呀 对哦 对啊 没有头盔啊 而且这些衣服 能换颜色也 对啊 我们要同意颜色吗 不 随便 你不要 你不要 感受我的判断 呵呵 这一切 这一切 你不可以 我可以 尽快 knock 感谢观看